如果你說Central London的供應在過去十幾年 接下來看到都是under supply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是planning那方面的問題 你看到在planning的pipeline裡面 事實上接下來你看到的供應量是短的 因為改例之後 倫敦做planning是比較難一點 之前Brexit的原因 有很多發展商都慢一點 看定一點 所以變了現在開始 叫做一些東西走回順一點 之後又來過COVID 所以又慢一點 所以你看到那個pipeline裡面的planning 尤其是你說最中心那一堆 Zone One 最中心那一堆 事實上你接下來看到 接下來五年看到那個 supply 是只有兩百多元 所以就是不如有些區 兩萬多元 兩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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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這次我們這個智庫簡碼 又請了一個現在最熱門的香港人移民的問題 尤其是英國買樓 現在很大熱潮 找了一個就是重量聯行的華視人 專家 重量聯行是全世界最大的其中一家 房地產中介 專業到不得了 是 多數的機構投資者 高端的投資客戶 多數都幫助他 淵源就是以前我都跟他合作多 因為我請了朋友過來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就剛剛好像你所說 就不只是移民那麼簡單 因為其實英國樓市 其實一向都有很多國際投資者 他們支持的 中東俄羅斯 全世界有錢 就是有些郵資都會過去那邊 英國買樓特別喜歡 是呀 它比較國際化 這個是真的 但是投資者又要注意這件事 就是環境整體好還整體好 你真的自己做投資決定的時候 就有很多技術要考慮了 到底好像你說的 投資移民過去住 拿英國護照 還是我作為香港以前那種 我全世界都買物業收租 有兩個很不同的考慮 一個離岸的投資者 和真的落地去那邊住 就是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一個稅又不同 法例管起來 也不一定跟你本地一樣 那為什麼用專家來講 就有這個重要性 我不是推出什麼樓盤 就是自己 就是朋友還朋友 它一定有樓盤可以推介 但是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作為一個投資者 你不同的角度 你怎麼了解那個投資的選擇 這個就真的要專家給大家介紹 那些Smart Investor 千萬不要錯過 這一集我們訪問 Many Wall 這一集的 這一集節目了 OK 我們先去講 這件事情 就是你 一會兒 自己 那個